易建连退役了 告别了他20年的职业生涯 从0203赛季踏入CBA赛场 到223赛季打完CBA的最后一场比赛 无论他的真实年龄到底是35岁还是39岁 这10打1020年生涯长度是无法被质疑的事情 易建连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 从CBA和国际赛场的荣誉和累计 以及NBA的履历来看 他似乎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中国篮球第二人 但是谈到纯实力 他和王芝芝的比较依然存在着大量的疑问 我们今天主要来探讨易建连在NBA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以及他和王芝芝这个无法被避免的实力比较 首先我们会从易建连NBA生涯开始说起 易建连第六胜位进入NBA 有一个误区是认为易建连因为改年龄才有这个胜位 但实际年龄不是核心因素 在2006年Matthew Morrow和阿安史密斯写的《球探报告》里显示 其实球探对易建连实际年龄会大2到3岁 早已知道的非常清楚 而且NBA的球队也清楚的知道这一点 在明知道易建连已经22岁的情况下 易建连依然处于首轮拳断 主要还是处于本身实力和潜力的考量 去看22岁的易建连打球 确实让你充满想象空间 2米13的身高和2米2的臂展 在普遍臂展偏短的东亚人中 属于极其优质的静态天赋 同时这个静态下 易建连拥有姚明没有的优秀动态素质 他的速度 敏捷性 跑跳能力 在这个身高下都非常罕见 作为一个四五摇板人 易建连的空力也不错 他喜欢缓开防守后 一步运球的双手爆扣 而投射则是他另外一个两点 在2006年 诺维斯基和凯文加尼特 已经验证了 射数金正的大前锋能做到什么 而易建连拥有大体型内线 含有的柔和跳投 而且在对抗下仍然能保持命中率 另外多份球探报告里提到 易建连的横移速度很快 和姚明不同 有机会成为优秀的协防者 仅从这个静态 动态 以及投射天赋来看 即使已经22岁 易建连确实有乐投秀的吸引力 球探当时给出的模板是 保罗·加索尔 不过去看这份球探报告 还是有些问题 他们对易建连缺点的描述 似乎不够精确 比如说他们很少提到易建连的传球 易建连在CBA最后一个赛局 虽然有场均24.8分 11.4版 但是只有0.8次入共 这和加索尔天差地别 而且和姚明差距也很大 易建连本质是个终结手的打法 而姚明虽然传球也不够好 但是围绕姚明你可以打造一支 insideout的战术体系 在NBA第一年 易建连得到了足够的出场时间 场均出战25分钟 攻下8.6分 5.2版 0.8次助攻 这个助攻倒是很亮眼 维持了CBA的水准 不过易建连进攻效率很低 18.4%的回头战友率下 只有48.5%的真实命中率 另外他的失误也很多 5.4%的助攻率下 却又高达13.4%的失误率 从出手分部来看 第一年易建连主要模仿他的前臂加里特 以大量出手长两分为主要攻击手段 他有47%的出手来自于长距离两分 而在这个区域 他竟然维持了45.7%的超高中距离水准 绝对是他新秀赛季的一大亮点 那为什么易建连命中率还能这么低呢 只要是易建连在篮下 只有47.3%的命中率 这实在让人大惊眼镜 Holling認為他是联盟中最差的终结者 没有一个内线比他篮下命中率更低 作为一个内线球员 正常篮下命中率要在6成或者7成以上 难想象一个2米13的球员 在0-3持命中率竟然不足5成 当然也可以找点借口 比如说当时空间还是太差了 导致易建连在篮下接触的时候 基本上就要遭遇协防 而新秀时期的易建连比较瘦弱 易建连新秀也没有展现出很强的动态天赋 他百回合只打一次快攻 空切和无球演会也很少 当然他持球打得更少 基本上不进行面框单打的尝试 他会打点低位 但是得分率只有0.56分 他新秀年最重要还是在长两分区域的定点出手 凭借超高的中投命中率 易建连定点有0.84的得分率 勉强是个正常的数字 也可以认为这就是他新秀年最大的杀伤性武器 但是依然不足以让他有正面的进攻贡献 而且新秀赛季的易建连完全不透3分 场均只有0.3G3分出手 第二年雄物直接把易建连交易到蓝网 而在蓝网易建连大幅度改进了技术风格 首先他开始投3分了 每36分钟扔3.5个 在那个时代来看算是个产量不俗的大前锋 而且投出了34.3%的这种命中率 可以让同为大前锋的字母哥无比口水 不过他的真实命中率依然只有47.4% 主要是这年他虽然投3分了 但是中距离效率就没有维持住 长两分只剩下35.8%的命中率 而蓝下易建连依然只有46.2%的命中率 同时他完全没有抛射 进攻手段非常单一 要么就是打蓝下 要么就是外围出手 最终易建连的数据和新秀年并没有太大差异 非常稳定的场均贡献8.6分 5.3版和1.0柱 而比一片和新秀赛季一样 基本上在-3.8到-3.9之间排完 而来到第三年则是当时 很多新浪携手鼓吹的 场均12加7的赛季 09年狼王把卡特交易走之后 彻底进入了混乱的重建时代 大洛成为了那只狼王的老大 剩下的德文卡里斯 考尼特里 特伦特威廉姆斯等人也不成气候 易建连在这支重建队伍里面 拿到了场均31.8分钟的出场时间 也拿到了生涯最高的 场均10.8次出手 这年易建连得以大量开发持球 和前两年完全不同 他百回合持球单打次数飙升到4.3次 其中两次面框单打和2.3次低位 得分率基本上在0.7到0.9之间 不过这年易建连突然又完全不投三分了 重新开始了大量长两分的尝试 另外加了一些近框抛射 但是效率依然很差 整个赛季他真实命中率48.1% 甚至没有达到新兴军的水准 那年篮王只达到12胜 你当然不能怪易建连 但是也说明这支球队其实毫无装法 整个球队就在胡打的状态 而易建连在胡打中 也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的定位是什么 大量尝试开发持球也说明这一点 从此三年的技术变化来看 易建连并没有明确自己的定位到底是什么 他似乎一度想往持球方向走 一度又想走头三分空间四的路线 而他始终没有把握好一个内心的基本盘 篮下命中率最高一年只有50.6% 对于一个2米13的球员 这是根本无法被接受的一点 内线球员会投篮当然好 但是你要在篮下保证基本的命中率 易建连在NBA进攻端最大最大问题 还是篮下终结实在太差了 在老往最后一个赛季 在篮下至少出手154的前场球员里 易建连这个数据差到自成一档 易建连很多出手给你感觉就是慢半拍 他的定点出手需要一个调整的时间 导致他投的难度偏低 很容易被对方轮掌跟上 而他在篮下的动作不够利落 接到球之后还没出手 对方协防球员已经到了 那么就只能顶着协防强行出手 最终命中率当然也上不去 而他很少有勾手和抛射的技巧 导致也无法再近框大量看放进攻 效率上不来可想而知 另外当时的联盟环境 党拆打的还是很少 易建连做掩护人顺下和外拆的回合 还是太少了 只能投定点也限制了他进攻技术的开发 第三年在混乱的环境中 易建连除了出手涨了 所有单位时间数据 相比新秀反而是退步了 你看他打出了12分期版 但是每36分钟 也就比新秀年多了1分而已 而效率就更低了 最终-4.1的BPM生涯新低 唯一进步的可能也就是 失误控制率好了一点 易建连的防守总体不够正面 早期球探报告里 被称赞的横移速度在NBA遇到了困难 当然这也可能是球探看CBA的比赛 错误估计了速度的概念 不过易建连护框还可以 他干冒率2.3%虽然不算高 但是也是为数不多 可以进入联盟中等水准的数据 另外他的篮板 跟他其他方面的水准比起来还行 尤其他前板率 一度可以达到7.7% 是个正面的进攻篮板球员 很多人会觉得易建连防守不好 所以无法立足NBA 但是回过去看真正拖累他的 反而是进攻 一个内线角色球员 常年不到五成的真实运动率 无论放到任何年头都是犯罪 这也导致他OBPM常年都是-3左右 奇才时期易建连出场时间骤降 只剩下场均17.7分钟 但这也是新浪记者吹捧最多的一年 诸如太空翼爆扣四连接 一时火锅40天重新开装等等 标题一个比例惊悚 也诞生了单手扑扣加8板 只是微微一笑这种经典桥段 为当时的观众带来了大量的乐趣 但是场上易建连打得非常挣扎 输战63场只有11次首发 所有数据也掉到生涯最差 真实命中率仅有45.9% 整个赛季BPM只有-5.3 纵然这年他篮下打出了 生涯最高64.9%的命中率 但是其他区域的低效 依然他持续成为非常负面的进攻球员 1112赛季在小牛打完30场比赛之后 易建连最终离开了NBA 他有五年的完整NBA生涯 有三年作为新秀培养的时间 他的年龄属于一个被公拍的秘密 但是球队依然给足了他时间 很多人会说环境不好 但是其实每个新秀 都是在混乱的环境下成长 前几年也三大在雷霆 难道他们真的想赢球吗 在NBA本质 你还是要找到自己的方向 同时不断打磨自己的技术细节 磨练出自己的长相 而再去看易建连 除了篮下终结不好以外 他的投射其实也不够稳定 一年投好了 第二年就维持不住 而且他频繁因为受伤 打单自己的节奏也是个问题 至于人际关系 沉默寡言 和教练队友沟通的问题 这些场外的因素 也已经被诸数很多了 从场上到场下 易建连最终都没有融入NBA 如果要理性评价 易建连这五年生涯 我认为他始终没有达到 真正NBA级别的轮换水准 会有很多人认为 在CBA或者国际赛场 王知识更强 但是一般会认为 易建连NBA生涯 远比王知识更强 很多人也认为 打NBA易建连会更有用 但实际可能并非如此 我认为易建连NBA生涯 比王知识更完整 他有足够的时间 去证明自己 最终无法适应NBA 而王知识其实更可惜 他并没有足够的机会 去证明自己不行 王知识进NBA的时候 已经33岁了 而且他是个次轮球 还在一支对战绩有要求 未来核心完整的 季后赛球队 竞争环境更苛刻 对内地位更低 王知识真正打的 第一个完整赛季 是01-02赛季 他打了55场都是替补 场均拿到 10.9分钟的出场时间 但是这年 王知识其实有 非常大的亮点 他在仅有10分钟 出场时间的情况下 场均能用2.1个3分 投出了41%的命中率 如果按照 现在篮球的观点 王知识每36分钟 认7个三分球 投出4成命中率 简直就是顶级的空间词 而且王知识 三分出手很快 很顺滑 相比意见 你感觉王知识的投射 浑然天成 就是随手扔一下就进了 王知识的投篮天赋 是实打实的存在 即便王知识 王知识根本不打内线 也无法和NBA的内线 进行对抗 但是这手三分 确实是厉害 这也让王知识 这年打出了0.7的BPM 高达1.8的OBPM 这年是王知识 最完整的一个NBA比赛季 他打了600分钟 真实命中率 也达到了56.4% 虽然大多数时候 都是垃圾时间上场 但是在垃圾时间里 他打出了不错的进攻水准 接下来王知识去了快船 他依然维持了 34%的三分命中率 整个NBA生涯 王知识三分命中率 是38.5% 他在NBA虽然戏份非常低 但是定位非常清晰 就是一个大个子炮台 专注于把对手内线拉出来 加里特曾经为了 封盖王知识的三分 从空中摔下来缝了很多针 王知识的威力可见一斑 你当然可以说 王知识巅峰也就5.6分200 而一戒012加7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但是仔细去分析 两个人在NBA做的事情 我认为王知识 在更少的出场时间下 展现出了更高的上限 而且展现出了 更纯粹的技术亮点 而这个技术 是现代篮球很稀缺的东西 在某种极端情况下 也许王知识 可以拿到一些出场时间 而一戒年本质卖点 其实跟王知识一样的 因为它超差的终结 一戒年真正价值 本来也应该是 一个会投篮的大标 但是它的射数 显然不如我 你当然可以说 一戒年防守更好 身体对方更好 护框和篮板更好 但是这些一戒年 比王知识更好的地方 可能依然无法让它上场 因为这些东西 虽然一戒年挺好 但是以NBA的标准来看 依然是数量 简单来说 这种板盾边缘级别的球员 不可能靠我短板名靠 稍微一点点来商量 大家听懂 还是谁的长板分场 因为本质这个两个人 我认为都很难拿到太多时间 当然王知识的比赛样本量 还是太少了 这些只是基于 他1200分钟的比赛样本 以及他在其他联赛中 做到过一些事情的猜测 给他更多的时间 他是否能维持这个三分运动率 并没有真正的证明 这两个人在NBA的实力 我可能会更倾向于王知识 尤其是拿到现代环境来讨论 但是这件事其实没有被证明 只是一种猜测 从确定的东西来看 易见连毫无疑问 拥有更完整的NBA生涯 其实易见连无法立足NBA 我觉得并不是一件 极其遗憾的事情 反而是一种必然性 NBA是最强的联赛 并不是每个高升维新秀 都能适应他 强如状元秀 本内特现在有在哪里呢 有几个高升维新秀 就敢说自己一定能立足NBA 从概率上来说 一个22岁的6号秀 最终被NBA淘汰 反而是大概率的事情 回看易见连的NBA岁月 虽然他只能低效砍分 始终无法成为一个 有正面影响力的球员 但是现在这些中国球员 连低效砍分的机会都没有 某些人给他出场时间 他只能砍下场局1.2分 易见连离开了NBA 他依然是CBA的顶尖战力 而且他维持水准的能力非常惊人 在20赛季35岁的时候 易见连在CBA拿20加时 依然如同砍瓜切菜 2016年易见连也一度被胡人牵下 不过在打完季签赛之后 他最终选择放弃了这个机会 更多还是出于出场时间的考量 易见连确实始终没有达到 打NBA的标准 但是他的生涯寿命依然非常惊人 如果你看过易见连打球 再看周期这些人简直无法支持 当年因为姚明的存在 媒体和球迷总是会质疑易易见连 回看才知道一个NBA边缘人 对于中国篮球 已经是一个高不可攀 足以再入实测的存在 我认为易见连凭借完整的NBA生涯 漫长的生涯长度 以及CBA历史第一的荣誉累积 可以称为是中国篮球第二人 易见连是中国篮球的一座封碑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